大家好,我是Stan 在国内外有着非常高人气的综艺节目的你们 因为成员们过度的开几色景玩笑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甚至也有很多网友们吐槽UJS的行为 这消息也登上了演艺热搜的一位 我们先来看一下11月13号播放的最新一集 人情面中的一个片段 职责后要进隧道 哥,你就好好坐着吧 就打着瞌睡睡觉 我说到了的话 说,呃,是吗?就可以了 但是本来要听几色景的话前进的车 因为成员们搞错 结果想要往左转的宇杰桑 说对了也被骂的几色景 不是这里发现出错的宇杰桑 你看我不是说要直走了吗 我明明说的是这边 为什么要这么发脾气呢 一看就知道是想要往回走 这是在GPG打架呢,可可 今天也是6比1打架的几色景 喂,Sé-chan,你来前面吧 不是那样 只是我说的一直都对 哦 很多网友们表示 不只是昨天在RennyMan 成员们一向都是对几色景这么随便 而昨天是真的非常过犯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暂时为了搞笑还可以 但是昨天一整集都在这样 所以真的感到很杀眼 上集真的很严重 第一次感觉宇杰桑很烦人 不想看他 因为是宇杰桑 所以争议只是这种程度 这确实是有点过分 我们都知道他跟几色景关系好 这也是为了节目效果 但是还是感觉很过分 要有个底线才可以 就算几色景觉得没关系 但是观众们觉得不好的话 还是要停止吧 制作组跟宇杰桑成员们 希望不要以这种行为来搞笑 如果宇杰桑在的话 会在那个瞬间 用说的或者是用肢体攻击 来切断这个气氛 但是现在没有人可以这样做 所以才会感到过分 宇杰桑的角色 现在几色景在担当 但是宇杰桑会反过来攻击 所以没有说被排挤的感觉 而几色景是年纪最大的人 所以看起来真的会感到不舒服 然后也有这样的反应 几色景在节目中 就是以这种风格 获得人气的不是吗 只有我笑着看完了吗 没有说很不舒服啊 怎么大家又开始这样啰嗦了呢 所以对于人里面过度的开起曾经玩笑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韩国一家媒体 因为没有经过家属的同意 擅自公开了 以太文遇难者 158名当中 155名的名单 而在韩网 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11月14号 韩国一家亲左派的媒体 公开了155名 以太文遇难者的名单后表示 以太文牺牲者们 现在才叫了你们的名字 虽然只是公开姓名 但是没有事先得到 家属们同意的部分 希望能够理解 如果家属们想要公开照片 或者是需要采访的话 请用email联络 我们会尽力反映家属们的意见 在名单公开后 就有家属们在网上留言 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当场给我下架报道 我是家属 我不想要公开 你们凭什么公开 又不是得到我们的同意 而是想要将我们家的悲剧 利用在政治上吗 为什么要二次给家属们伤害呢 你家子女发生这种事 被这样利用的话 性情会好吗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他们凭什么 没有得到家属同意 就公开名单呢 可以这样随便利用吗 真的是撒谈都要哭了 真的只是为了悼念 不是想要利用在政治 想要带风向吗 像最近这样 SS发达的社会 不知道轻率公开名单的话 会对家属们造成二次加害吗 真的很傻眼 我也觉得 以天王世间政府处理的非常傻眼 但是也不能不得到家属同意 就这样擅自公开名单吧 说实话 本来就不该公开名单 刚出事的时候 有很多人吐槽 为什么要到那里去玩什么的 政府为了不造成二次加害 才没有公开名单不是吗 当然我觉得 有喜欢的人也有不喜欢的人 这政府因为隐瞒太多的事情了 所以媒体才会这样 最起码的公开姓名来反抗 我是能理解的 以天王世间 遗鼠们的心情本来就很难受了 如果在网上看到 没有经过同意的亲人名字的话 这真的是在家属们的伤口上 撒颜擦刀的行为 对于媒体擅自公开 遇难者名单的行为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没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递励